下來兩年 修二兩次 修二兩次 潑在身上的鮮紅墨水象徵 蔡政府對於勞工赤裸裸的剝削 總統就職兩週能是天 凱到上 並不肯定 過勞法 過勞法 害死勞工 抗議勞基法修二 薪資成長不如預期 民眾的怒吼民調也有所反應 從親綠民調 蔡英文聲望度僅僅39.2% 分數更是不及格 旺旺中時民調則顯示滿意度24.3% 不滿意度則58.8% 信心指數也只有28.9% 每信心高達64.4% 而另一份民調也呈現相近數字 不滿意度紛紛來到六成 這個陳清輝 確定如果方便我們要去總統府 跟這位陳清輸 跟蔡英文總統 這個勞工今天有來 他在庭上他有在看 我們是帶他一庭 阿扁也有在注意 阿扁也有在注意 阿扁也有在做 不只民調發出怒吼 黨內獨派還上演逼宮 同樣凱道上的警服門扁連會 帶著阿扁王犬勇哥的意志 同樣走上街頭 說是為了319槍擊案更像不甘寂寞的前總統為了特赦案向蔡英文挑戰 短短就指兩週年內有外患交錯 已讓蔡英文一個頭兩個大 接著金光紅張超鮑珮宇軒 S3小組才不懂 谢谢大家